以色拉记第七第八章 在这两章里面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你有看到神是恩的手怎么样帮助你吗 有时候我们寻求神的帮助 但是呢 好像并没有看到 甚至我们可能会抱怨说 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不帮助我呢 为什么你不生出你的宝贝来帮助我呢 其实呢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 当我们用心的能够去观察 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的轨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神的手始终没有离开我们 他总是适时的伸出他的手来托住我们 当我们看到他用手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能够充满感激 当我们越向神献上感恩 感谢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神的帮助就会更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了 所以呢 其实每一个感恩 也是邀请神更多的恩典 邀请神施恩的手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在第七章里面 我们看到以色拉终于出场了 他就讲到说 在这个索罗巴伯所引导的这个第一次的贝鲁归回建立圣殿之后呢 就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年间 这个以色拉就出现了 他是西兰亚的儿子 那一路呢 他就讲到说 其实他就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拉他的身家背景 可是不同凡响的 他就是亚伦嫡传的这个子孙 那在第六节也讲到说 这个以色拉呢 他是一个非常敏捷的文士 那在这地方敏捷 指的应该不是他的身手敏捷啊 应该是讲他的文思 非常的敏锐 他是一个非常敏锐 很有智慧的一个文士 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 所以对摩西律法是非常的了解的 那这个亚达薛西王 这个波斯王呢 就允准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以色拉他能够带领人来第二次的归回耶路撒冷 这也是他跟这个亚达薛西王所做的一个请求 然后呢 神给他恩宠 让他能够得到王的认可与帮助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以色拉呢 他就讲到说 他之所以有得到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允准 来带领人归回耶路撒冷 是因为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 所以呢 他看出来 就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努力 或者是这个王人有多好 乃是因为神的帮助 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看到神施恩的手 也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感恩献给了神 事实上呢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七第八章 这两章里面 这个讲到神的手 怎么样帮助他 就出现了五次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个以色拉 他真的是看出神的恩典 也常常来 宣告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 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就讲到 他是从正月初一日 在亚大切西王的时候 正月初一日 从巴比伦就启程了 然后他又再次讲到说 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呢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从启程 一直到抵达耶路撒冷 总共整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旅途劳顿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呢 他还是在这地方 看到神施恩的手 帮助他 让他能够平安顺利的 回到了耶路撒冷 他要这样讲呢 其实下面也会讲到 因为呢 这个路程其实也蛮险恶的 所以要能够顺利的到达耶路撒冷 真的是要有神的保护 神施恩的手 然后第十节呢 也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 这是对以斯拉的一个描述 他讲到说 他定制 就立定心智 定制考究尊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所以呢 他自己对神的话语 是怎么样的功夫呢 他就下定决心 要来考究神的律法 所以考究 就是非常详细的去研究 反复的研究 深刻的研究 那研究之外呢 他自己去遵行 我们知道如果呢 我们只是有圣经的知识 但是没有去行的话 这样子其实我们的信心是死的了 是没有用的 而且反而会害了自己 因为有了一大堆的脑袋的知识 但是却不去行啊 就常常呢 用这个知识来去论断人 而且呢 自己会骄傲 所以呢 我们不要只是去考究 我们不要只是去知道神的律法 而是一定要去遵行 其实呢 我们去读神的话语 去了解神的话语 目的呢 是为了遵行 否则呢 只有做一半了 那他这个地方 不仅自己了解神的话语 去把它行出来 而且呢 他还把它传下去 因为他就教训以色列人 神的律法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尽职的文士 祭司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 那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成就神的大使命 带人做总文图 就是我们自己要定制 考究 并且遵行神的话语 然后呢 再把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行出来的 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这就是执行了大使命 就要带人做主门徒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 然后呢 祭司以色拉呢 他是一个通达 耶和华诫命 以及这个律例的一个文士 那因着他在这个 亚达切西王 他前面的恩宠啊 所以呢 他就得到这个王 给他们的一个鱼指 那王的鱼指呢 就是让以色拉 能够带领这些以色列人 祭司利益人 凡是甘心到耶路撒冷的 就能够跟以色拉一同去 然后呢 带着金银 还有这些人呢 就以及在巴比伦 全省所得的金银 所以这还有一切的礼物呢 就赶快去买了 这个公牛 公绵羊 绵羊糕 还有这些数剂 跟电剂 来预备好 能够带到耶路撒冷去 那所以呢 又有很多的金银 财宝 跟他带着去 帮助他来 这个 建立神的圣殿 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要来做献祭的服饰了 所以他带了很多的银子 有一百他连德 还有麦子 酒啊 油啊 盐 不计其数 所以呢 他真的是在王的面前 得到恩宠 那这个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呢 王他就讲到说 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种子的国呢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亚达切西王 虽然他是波斯的皇帝 在地上是最有权势的 但是呢 他也知道敬畏天上的神 所以呢 这个也是 他的一个智慧 那 然后呢 以色拉呢 就 就带着这些人 就到了 这个耶路撒冷 来去修饰耶路撒冷 耶和华神的殿 然后呢 他就讲到说 在最后一节 他说 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所以第三次 他又提到说 神怎么样 用他的手来帮助他 来坚强他 那后来 接着 就讲到 跟他一起 到巴比伦的 有多少人呢 有哪些人呢 这个就跟 在前面 索罗巴伯 第一次 被鲁归回的人一样 那就把这些人的名单 都记下来了 有四万多人 那到了 以色拉呢 人数就没有那么多了 只有一千多个人 那 接下来呢 他在 十八节又讲到说 蒙神 蒙我们神 施恩的手 来帮助我们 那 那 他们呢 就 宣告进食 在神面前 刻苦己心 让他们 得到平坦的道路 那 这地方就讲到说 他们是怎么样 能够顺利的 经过四个月 这个 险恶的道路 最后到达了 耶路撒勒 他讲到说呢 因为他已经跟 这个波斯王 讲到说 神一定会 来 施恩的手 帮助一切 寻求他的 所以他既然讲说 神 会来帮助他 所以呢 他就不依靠 这个波斯皇帝 来 派这个马兵 步兵 来帮他 来抵挡 仇敌了 所以 对他来讲呢 这也是一个 跨出信心的一步 也是很冒险的 事情 但是呢 他既然已经 说出了 神 一定会帮助他 所以呢 他就不寻求 人的帮助 而是单单 仰望神的帮助 那果然 神就照着 他的信心 以及宣告呢 就成就在 他的身上 让他在 一路上呢 就 不没有受到 这些强盗啦 或者是 这些 坏人的 这个埋伏 没有仇敌 能够胜过他们 所以他 就能够 终于 就 就把他们 所带的这些 金银财宝 这些 这些人呢 就一起顺利的 带到了 耶路撒冷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像 以斯拉一样 常常看到 神 施恩的手 常常的 向他 来献上 感恩 这样子呢 我们就不会 就是 轻忽了神的帮助 阿们